烤麵包也會一氧化碳中毒 麵包師傅集體中毒 撒上滿滿起司、洋蔥、肉片 放進烤箱 令人食指大動的Pizza就可上桌了 很多餐廳或麵包工廠 都是用這種瓦斯烤箱 但使用時可得一小時 以免一氧化碳中毒 台中一名25歲的麵包師傅 今年4月上班到一拜 因為走路不穩 頭暈昏倒送醫 他寫中的一氧化碳濃度高達27% 已是嚴重一氧化碳中毒 工廠另外4名師傅一氧化碳濃度 也高達15%到20% 原來當天他們忘記開風扇 瓦斯烤箱燃燒不完全 師傅全都一氧化碳中毒了 無毒有偶 5月又有一家麵包工廠 也發生一氧化碳中毒 濃度突然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可能在現場就會失降 如果長期稍微低劑量也不如 腦部會退化 行機停載或腦狀狂 可能很危險 醫師說 一氧化碳比空氣輕 使用瓦斯要開窗戶 氣窗風扇 就可以將一氧化碳排到戶外 像這家餐廳就很小心 這瓦斯烤箱 所以我們開始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先打開我們 那個屋門 能夠去保持溝通 如果要使用的話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平常說這種透過的設備 把大家這邊的游泳系 都往外開掉 董新聞記得開窗 報道 記住